Hallelujah 好 感謝主 再說一次新年快樂喔 真的好期待 因為2023年有時候跟我一樣覺得 2023年是轉眼就過去了的 來舉手一下 就表示我們的年齡差不多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哇 怎麼肚子如年 結果突然間到一個地步就是時間是用飛的 所以感謝主 表示我們不但只是年齡到一個地步 我們的生命也很充實 才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好 所以很期待很期待 進入2024年 鼓勵大家參與 有一種很特別的方式 就是用禱告來啟動新的一年 然後不但只是你自己禱告 我們全教會跟Venton還有智利北夫 我們一起有21天的禁食禱告 那這個21天禁食禱告 不表示說你就21天啥都不能吃 你可以用不同方式 你可以進手機 那有人說那電話進來我不能接怎麼辦 其實沒有那麼嚴格啦 所謂進手機就是那些娛樂 有人說垃圾就不要看了 垃圾新聞垃圾什麼東西就不要看 你的那個孩子打給你 老婆打給你還是要接的那個手機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把那個重點 是把時間分出來禱告 禱告你可以進食早餐的時間 進食中午的時間 或晚上的時間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有一個問題 就是睡前喜歡滑手機的話 那是最好的禁食 把那個時間分別出來來禁食 主要就是用禱告 讓我們來進入新的一年 而且我們會在群組裡面呢 每天這21天裡面會有經文發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經文為我們自己禱告 所以待會兒會有那個QR Code出來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呢 我先開場白一下 今天很特別 剛剛就有人送了我一個這個東西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是眼藥水 好 因為正好我今天的信息 裡面有講到眼藥水 而且聖經裡面呢 好 雖然我們的配偶常講 你不要買 不要買 不要買 聖經裡面有告訴我們買買買 然後買什麼呢 而且連續三個買 我們就會來看這三個買 那其中一個買呢 就是講到買眼藥水 那聖經裡面講到底什麼眼藥水呢 好 這個品牌我沒用過 那我也不是在推銷這個品牌 我要推銷的是天國的眼藥水 神國的這個品牌 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明亮的眼睛 在新的一年 在2024年 我們要有一個明亮的眼睛 我們能夠看得清楚 那當然我們會有模糊的時候 我們有看不清楚的時候 可是不要放棄在那裡 我們一定要叉叉叉叉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好 另外兩個買是買什麼呢 好 那我們待會兒來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主題 好 今天的主題呢 叫做同坐席同掌權 會不會跟你旁邊的人說 同坐席同掌權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點像文元文 又同坐席又同掌權 其實這個信息呢 我在2014年呢 19年 2019年我們剛搬來西亞圖的時候 有講過 那如果你們聽過了的話呢 沒關係 這個就當作是一個複習 好 我們來讀一段經文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的經文 3章奇事錄20到21集 我們一起來讀來請 看啊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 祂與我一同坐席 得聖的 我要赐他在我寶座上 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聖 在我父的寶座上 與他同坐一般 Amen 好不好 這時候把我們的手 放在我們的心上 我們一起來祷告 主要是我們來感謝你 主要是的 主要 現在我們就來求你 主要來對我們說話 聖靈我們來祷告你的同在 這個時候就降臨 就充滿 主要每一句話讓你自己來高磨 主要讓孩子成為一個倒空的器皿 主要讓你的話語親自地說出來 主要來觸碰每一個人的心 主要你也來開啟我們的耳朵 主要讓我們聽見你對我們說話的聲音 因為我們是你的羊 主要也求你來觸碰我們的心 讓你來向你來敞開 好讓你進到我們的心裡面 在我們裡面來做王掌權 主要今天我們需要你 聖靈我們需要你 主要來與我們說話 謝謝讚美你耶穌 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 今天講的那個系列呢 不是買買買系列 雖然裡面有講到要買 那今天講的是我們完結篇的這個 得勝者 我們得勝者講了八次的這個八講 這是我們最後一講 也是我們講的第七個教會 那複習一下第一個教會 第一個書信講到的是要活在愛里 要來享受生命 第二個書信講到的是要至死忠心 我們就必須得著生命的冠冕 而且我們能夠跨越死亡 第三個講到的是以真理來誇盛 我們就能夠得著有心明的白石 有兩刃的利劍還有隱藏的瑪娜 那第四個呢講到的是一個 成為有權柄的教會 用真理來治理 得著權柄來制服 而且有明亮的誠心來照亮 第五個講到我們要甦醒過來 我們要活出那活潑的生命 我們的名字就寫在神的生命冊上 我們與神同行 而且我們穿穿白衣 上一次講到的是這個略有一點力量 等我們略有一點力量 我們要來遵守的時候 我們至終會成為神殿中的柱子 在神的殿裡面來支撐 今天要講的最後一講 就是同坐席 同掌權 我們從四個角度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呢 我們要成為得勝者 不是依靠自己的咬牙器的詞 我們要成為得勝者 一定要注視耶穌 讓主來吸引我們 我們講的這些東西雖然很有道理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耶穌 沒有神的幫助 我們會走得很辛苦 我們必須要注視耶穌 我們才能夠轉化向耶穌 好 我是按錯了 下一個 好 我們一起來讀三章的十四節 來請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 那為阿們的 為誠信 真實見證的 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 好 說好 首先我們要來看呢 就是耶穌 他向這個教會 這個老底嘉教會 我們倒回來看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教會 我們可以反省 像我們像不像 老底嘉教會 首先耶穌向他們 啟示自己 有講到三個特點 一個是阿們 這個阿們呢 在這裡是一個名詞 講到耶穌的名字 是阿們 那阿們是什麼意思嗎 你知道我們通常祷告的時候 最後一句說 奉耶穌的名祷告 然後我們說什麼 阿們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阿們這個字 耶穌講的最多次 如果你讀四福音的話 耶穌聖經裡面中文翻譯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其實他的原文就是 我阿們阿們的告訴你 就是我非常肯定的 百分之百肯定的 就是這樣子的肯定的告訴你 所以講到耶穌的名字 就是阿們的時候 意思就是 他就是確確實實的那一位 他所說的 所有一切都是確確實實的 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的 這樣的一個 耶穌他的名叫阿們 他在呼召我們成為得勝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講到他是 誠信真實見證 他是三個字 一個就是 faithful true witness 那什麼意思呢 講到耶穌他是一個faithful 他是忠心的 你知道忠心 不是在很順利的日子裡面 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的 因為順利的時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很容易 但他這個忠心特別 是在不容易的時候 有抵擋的時候 是在很困難的時候 是乃至你自己覺得很軟弱的時候 你仍然持守在那裡 那個叫做忠心 所以耶穌他在任何時候 無論得失不得失 無論人願意聽不願意聽 他都是非常忠心的 faithful的在傳講真理 這是講到他的faithful 第二個講到真實 就是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他不是偽裝的 他不是假冒的 他是真實的見證人 所以你看到他這兩個名字 Amen 跟這個faithful true witness 都講到他的話語 他的見證 那他的見證有什麼特別呢 這第三個名字講 他在神所有的 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 那這個就會讓我們看見 耶穌為什麼講話這麼有分量 耶穌為什麼講話這麼的確確實實 而且是Amen的 因為他從一開始 他就是神 在萬物受造之前 他就存在 而且所有一切的受造物 都是從耶穌被造而來 我們從他而來 他是我們的源頭 他是我們的原始 然後我們今天仍然存在 也是因為耶穌的話語 那天到今天到將來 都在支撐著我們 這樣的一位耶穌 他是元首 不但只是 他是一個Origin 他也是一個在我們之上 在萬有之上 所以你想一下 我們今天 我們要來尋找一些資訊的時候 現在 以前是Google一下 現在是ChatGPT對不對 他們問一下這個 這個 叫什麼突然忘了 反正就是ChatGPT 然後我們那天 聽一堆人在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說你只要ChatGPT一下 就很多資訊出來 可是 這個內容不一定是正確 因為他們搜尋到什麼東西 你越放上去的東西 越多什麼樣的東西 他就會總結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按照 越來越多人的想法 而來定下 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告訴你 聖經講到的耶穌 你可以叫他ChatGPT 我們的耶穌 他知道所有萬物 創造一切的時候 他在哪裡 在人生的每一個世代 在我們的每一個世代 他都在看 他知道所有的一切 他知道你的心 他知道你的情緒 他知道所有的真理 他知道這是宇宙萬物 所以當我們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來到這一位耶穌 他的名字是Amen 他的名字是True and Faithful Witness 他的名字 他是我們的元首 所有的一切 所以在我們的一生裡面 我們非常需要耶穌的話 來引導我們 有沒有 跟你旁邊的人說 你很需要耶穌 好 很需要耶穌 第一個我們要來注釋耶穌 第二個 我們要來蒙神光照 看見真相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會像這個老底嘉教會 他有這個問題 他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的問題是 他看不見他有問題 這個問題大不大 這個問題很大 當一個人有問題 卻看不見他有問題的時候 這個問題夠大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改變 如果你看見你的問題 你覺得天啊 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告訴你 恭喜你 因為你蒙神光照 你看見了你的問題 你有盼望 你有機會來悔改 好 請你問一下 你旁邊的人 你看見你的問題了嗎 好 不要回答 好的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 他們的兩個問題 這是其中一個 我們來讀15到16節 好 來請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也不冷也不熱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你進入溫水 也不冷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好 這個也不冷也不熱 我現在幫你吹一下 我們大部分是這個家庭 或者是結婚了 或者是男女朋友 你想一下 如果你另一半對你不冷不熱 你會怎麼樣子 你可以感覺出來對不對 就是裡面會很不舒服 你就算不罵我 你不說謊我 裡面就覺得 你怎麼對我這麼不冷不熱 我想你們大概知道這個不冷不熱的意思 那我們來往這個聖經裡面來看 為什麼說不冷不熱呢 那不冷不熱呢 對那個老底嘉這個地方來說 因為他們很有錢 可是他們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水 那那個地方沒有水的話呢 他們就必須要從別的地方把水 弄到這裡來 那他們不像我們一樣有自來水 那他們做的方法呢 老底嘉 他往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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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希拉波利斯 好 這個地方有溫泉是很熱的水 然後再往那個往下面一點 那個地方是哥羅西 哥羅西是有這個冷的泉水 所以對他們是他們很理解什麼叫做熱水 什麼叫做冷水 這個熱水有這個醫療的功能 然後冷水能夠讓我們很舒暢 可是你知道當他們有這個 你看那個那個是剩下的那個水渠 的這個遺跡 那個水把別的地方輸送過來的時候 經過很長的一段路 那個水到他們那裡 冷水也變溫水 熱水也變溫水 所以其實是很難喝 而且因為它是泉 那種熱泉跟冷泉的水 有很多的這種礦物質在裡面 所以過了一段路 那個水真的是有夠難喝的 所以耶穌他說 你們的屬靈的生命 不冷又不熱 我巴不得你們或冷或熱 這樣的話我還可以do something 那你又不冷又不熱的話 耶穌說我巴不得把你們 從我口中吐出去 這個是耶穌對他們的責備 那你看其實那個地方還蠻漂亮的 我們往下看一下 那另外一種解釋 什麼叫不冷跟不熱呢 那在冬天的時候 我們會喜歡喝什麼 熱水對不對 那冬天還冷 哇你喝了一個熱水 哇覺得裡面暖暖的 雖然我們在美國長大的孩子 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喝冷水 跟冰水還要加上冰塊 那個是exception 我們來講正常的這個 冬天喝熱水 夏天的時候我們會喜歡什麼 喝冰水 那這個時候就說 我們亞洲的富人就是不一樣 就是一年四季帶著一個保溫瓶裡面 裝的永遠是熱水 反正當時候呢 有一種解釋就是 那在夏天的時候 熱的不得了說 你要像一個冰水一樣 它就是跟這個外面的環境 是有一個反差 你知道基督徒 要成為分別為聖 我們聖節就是分別為聖 所以在這個世界很冷漠的時候 我們要活出在基督裡面的熱情 所以另外一個角度 在那個剛才講到很冷 很熱的時候呢 那熱當世界很火熱 對一些事情吵得不可開交 對一些事情就是要講個理 然後最常火熱的在爭執的時候 基督徒該有的分別為聖的生命 就是我裡面要冷靜 我裡面可以有平安 我裡面可以有基督來的安息 所以在一個神的眼中 看見了我們 我們要跟這個世界分別為聖 我們要跟這個世界不一樣 我們才能夠帶出醫治的能力 我們才能夠帶出一種refreshing 一種讓人覺得很舒服 想要來親近耶穌 那可是當時候的老底家教會的問題就是 它像溫水一樣 不冷也不熱 跟這個世界沒什麼區別 所以你知道這個老底家教會 雖然收到了這個書信 他們很可惜的就是 他們沒有按照耶穌的勸勉來悔改 那這個地方後來的基督徒 非常非常之少 甚至曾經有一個宣教士 走遍了老底家這個地方 只發現有兩個基督徒 他們過去是非常興盛的 我們如果讀這個保羅書信裡面 會讀到這個老底家這個地方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第一個 他們不冷不熱 這是他們的問題 如果是我們的話 求神讓我們被光照 看見我們的真相 只有當我們看見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悔改 好 第二個他們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讀十七節 來 請 你說我是富足 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憐 貧窮 瞎眼 自身的 好 這個就是他們自以為是 覺得自己很有錢 覺得自己不得了 覺得自己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 那其實他們不是空空白的這樣子的認為 你知道這個老底家這個地方呢 他們是非常非常富裕的一個城市 是古代的貿易中心 他們坐落的地位是在大道上的一個中心 也是在這個交通要道的轉接點 所以很多的貨物都會經過他們 也從他們這邊去到外面去 所以他們非常有錢 有錢到什麼地步呢 有錢到一個地步 有一次地震破壞了他們整個城市的時候 有旁邊的鄰居 這些地方說要給他們支援來幫助他們 他們說不需要 我們夠 我們可以 結果他們就靠著自己的財力 來把整個城市重新建造起來 而且是當時候非常的一個富有古希臘 藝術風景的一個城市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老底家 他們整個地方是一個自立更生 非常自足非常自足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靈命裡面 在他們的跟神的關係裡面 他們有同樣的驕傲 他們覺得我什麼都有 我什麼都會 我什麼都可以 我什麼都不缺 這個是他們的問題所在 耶穌告訴他們 你不知道嗎 其實你是怎麼樣的 耶穌說 其實你是又困苦 又可憐 又貧窮 又瞎眼 又赤身 哇 讀到這裡 會不會覺得說 沒有盼望了 沒有盼望了 其實我告訴你 我真的讀聖經話 你會發現很有盼望 就算 就算 我們像老底家教會這個光景 還是很有盼望 因為我們要接下來看 耶穌告訴他們一個秘訣 指向一個正確的方向 對一個不冷不熱的教會 對一個 他就是自己什麼都夠 其實什麼都沒有的一個教會 他只需要真實的 來到神的面前 付代價 打發熱心 我們一起來念這個 這裡講要三個買 我們一起來讀來請 我勸你 向我買火鍊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買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插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見 哇 耶穌要他們向耶穌來買這三樣事情 那特別講到的這三樣呢 因為當時候他們經濟富裕 我們知道了 那第二個他們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這個紡織業 他特別是這個黑羊毛 那個黑羊毛 然後呢他們有非常主名的這個眼藥 銷售到世界各地 耶穌說這些物質的 不是你真正富裕的 你需要的是來到神的面前 來買火鍊的金子 那怎麼樣買火鍊的金子呢 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信心 在經過煎熬 在經過不容易的時候 你學習按照神的話語來行 你學習按照神的方式 來活出不一樣的生命的時候 雖然很不舒服 雖然有很多的這個碰撞 雖然讓你的生命覺得 啊受不了了 可是你的信心 會在這個熬煉裡面 比金子還要更寶貴 這個是你能夠帶到永生裡面去的 我們地上賺到再多的錢 再多的房屋 再多的存款 沒有一分是你能夠帶到天上去的 可是你的生命經過熬煉之後 那比金子還要寶貴的信心 是會永永遠遠跟隨你 你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富足的人 你們 好 跟你旁邊的人說 你要買火鍊的金子 好 第二個講到白衣 我想這個起訴的這個二章三章 講到很多白衣 我們都知道這個白衣 是指我們的行為 有聖結的行為 我們不斷地學習 你知道我們不是一天裡面生命就改變 我們會慢慢地學習 我們每一次學習的時候 你會跌倒 你會撞到 甚至通過血流 講到屬林的意義 可是你每一次跌倒 神都會伸手把你扶起來 每一次的掙扎 神都會伸出祂的手來扶持你 好讓你的生命 漸漸地慢慢地 不斷地 越來越多地改變 越來越圣洁 你的行為 你的心思意念 都會改變 第三個 講到的就是 眼藥水 那跟耶穌買眼藥 你知道聖經有一個祷告 使徒的祷告說 求神聖靈幫助我們 開啟我們的眼睛 使我們的眼目明亮 讓我們能夠看見 我們很需要聖靈來幫助我們 來開啟我們的眼睛 所以耶穌這裡告訴他們 買這三樣東西 你知道老底嘉教會 它可以跟另外兩個教會 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一個就是士美拿 士美拿是一個被逼迫的教會 耶穌我知道你們的貧窮 可是你們卻是富足的 老底嘉是相反 你們以為自己很富裕 其實你們是貧窮的 所以這兩個有一個對比 另外一個對比就是 老底嘉教會 是七教會裡面 一個稱讚都沒有的教會 耶穌沒有給他 任何一句的稱讚 全是暴露他的真實的光景 為的是要讓他能夠悔改 這個我們上一次讀到的 這個Philadelphia 卻是全是稱讚 沒有任何的這個責備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教會 好 我們來看 這句話是我第一個 從讀完剛才那些 怎麼會這樣子呢 讀到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被安慰 耶穌其實是很愛他們的 我們一起來讀十九節 來請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所以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這樣很多時候神光照 告訴你 你脾氣不好 我告訴你 你哪裡做的不好 告訴你 你會發怨言 告訴你 你不冷不熱 告訴你 其實你自以為是 這樣子的這個責備 是因為神真的 真的很愛你 因為神真的很愛你 所以他會告訴你 他會光照你 他會幫助你 好讓你能夠來悔改 能夠來發熱心 所以買這三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來發熱心 不要再默不關心 不要再冷淡 不要再覺得這不關我的事 我們要發熱心 然後我們要來轉向他 好 最後一個 講到重點了 一同坐席 跟一同掌權 我們一起再念一遍 好嗎 來請 看啊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席 得勝的 我要賜他 在我寶座上 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勝 在我父的寶座上 與他同坐一般 哇 你知道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嗎 你看那句話說 得勝的 耶穌說 他要使那得勝的 與耶穌一同坐在他的寶座上 哇 因為覺得不可思議 對一個老底家教會 對一個不冷不熱的教會 對一個自以為是的教會 耶穌說 如果你得勝 你也可以坐在我的寶座上 跟我一同來掌權 這是耶穌對我們每一個人的邀請 這是耶穌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音 那我們先來看了二十節說 看啊 我站在門外叩門 這是耶穌站在門外叩門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我曾經年輕的時候 有人用這句話來傳福音 他們就說 哎 知道嗎 耶穌在你的門外叩門 你知道打開心門 耶穌就會進到你的心裡面來 做你的救主 我其實很感動 我今天那時候我聽到 對對對 我要向耶穌開我的心門 然後我說我怎麼開 他說你叫做一個絕制禱告 說 親愛的子耶穌我相信你 然後請你到我的心裡面 這個絕制禱告耶穌就進來了 哇 真的非常感動 印象很深刻 然後當我在讀到這句話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層叩門 這裡叩門不是在 目道友的心門外叩門 這裡是在對基督徒來叩門 對教會來叩門 因為這個書信是寫給老底家 教會的使者 是寫給教會 耶穌為什麼還要在 教會門外叩門呢 為什麼耶穌還要在 基督徒的心門外叩門呢 你會想過 難道我們把耶穌 接到我們的心裡面 來了之後 哪只有一天 不小心的 又把耶穌給趕出去了 其實會喔 雖然不會失去救恩 而這個時候我們做基督徒之後 我們到一個地步 我們就啊 我什麼都會啦 就像老底家 我OK啦 我沒問題啦 我可以自立啦 然後就覺得不需要耶穌了 我做什麼決定 我以前做過做過這些 我知道這些這些 那我這樣做就好了 我們就不小心的 慢慢的把耶穌擠到門外 其實耶穌很想進來 他在你的門外叩門 他在叩門 因為他要跟你一起 在你的生命裡面 陪伴你 幫助你 每一件事情 他都要給你智慧 就像那一句話說 耶穌說葡萄樹跟枝子 要怎麼樣 要連在一起 我們是枝子 如果脫離了這個葡萄樹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我們就連生命氣息都會失去 所以我們很需要耶穌 當我們脫離了耶穌之後呢 你知道嗎 耶穌會不斷地來叩門 叩門 他說 美凱美凱 耶穌說 我要進到你的生命來 耶穌在門外叩門說 I free I free 我要再一次地 進到你的生命來 那耶穌說 當我們聽見他的後門的聲音 我們向他再一次地開門的時候 你知道耶穌要做什麼嗎 他說 我要進到你的裡面 進到他那裡去 他說 我與他 他與我 一同作息 什麼是一同作息呢 換句話說 就是一起吃晚飯 耶穌要跟我們一起吃晚飯 那千萬不要今天晚上回家 多把一個筷子 跟多把一個胃子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耶穌他要跟你一同吃晚飯的意思呢 就是他要跟你交通 那我們要對那個吃晚飯的理念 要有一些調整 你看一下 如果你想到吃晚飯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不是耶穌說的吃晚飯 耶穌不是要想要跟你這樣子的 度過一個很快的十分鐘 我以前 我現在有做母親 像我的孩子到青少年 有一件事情我後悔的 就是他們很小的時候 很愛慢慢的吃 慢慢的跟我談天說地 做了一堆東西 可是那時候性質很急 趕緊吃完它去做你的事情 結果現在我不用叫了 他十分鐘沒到吃完就走了 我還想要拉他回來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快走回來 陪我聊天一下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吃晚飯 不是這個樣子 是好好的坐在那裡 好好的吃飯 你知道猶太人的吃晚飯 是他們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一餐 他們那一餐 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十分鐘解決 就要屁股走人的 不是的 他那個晚餐 是大家忙了一整天 你在這裡工作 他在那裡工作 那邊讀書 晚上的時間到了 吃晚飯了 還吃的時候就會說 你今天怎麼樣了 你就會把今天工作的事情講一下 會講今天沮喪的事情講 今天怎麼樣被別人霸凌了 講一下 一堆的東西講完 這個十分鐘是講不完的 所以他們的晚飯是很多的交通 所以換句話說 耶穌在你的門外叩門 他不要那個短短的講兩句話就走人 他要進到你的心裡面來 你今天好嗎 今天有誰欺負你了 今天有什麼事情讓你很難過的 你需要什麼智慧嗎 你需要什麼問題 要解答的嗎 耶穌他在跟我們交通 他要給我們答案 他要幫助我們 因為他是Amen 他講的話是實實在在的 因為他是那真實 信實做見證的那一位 因為他是所有一切至上的元首 他可以幫助你 可以幫助我 所以你看從這個一同的吃晚飯 跟神有這樣子的很好的交通分享 然後再進到下一個 就是與神一起 從一同作息到一同來掌權 唯有當我們來到耶穌面前 聽他告訴我們他做的事 看見他做的事情 我們才能夠按照他的方法 來在家裡面來治理 按照神的話語 在你的公司裡面來上班 按照神的話語 在教會裡面來服侍 如此的話 我們才能夠與神同作息 同掌權 我們必須要放下我們的自以為 是放下我們過去很多的這個框框 甚至放下我們以前的舊皮帶 因為神要給我們新酒 我們必須成為一個不斷更新的器皿 才能夠來承接與神一起 你知道這個同掌權 不是突然間神就想說 好吧你來跟我一同掌權吧 其實從神創造人的時候 這就是人的命定 因為當神造人的時候 神就很清楚的說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 所以這個掌權 這個管理的權柄 本該是你我身為人 應該有的一個命定 這是你跟我的一個託福 然後在聖經裡面 很多預言都講 但以理書這裡也說到 國度權柄 和天下諸國的大權 必賜給至聖者的聖民 至高者的聖民 講到我們要以他一同來掌權 那這個管理的原則 很不一樣 我們來讀一下 路加福音22章26到27節 好嗎來請 但你們不可這樣 你們裡頭為大的 導要下年幼的 為首領的導要向服侍人的 是誰回答 是作息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作息的嗎 然而我在你們中間 如同服侍人的 所以神的法則跟很不一樣 當我們來學習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原來管理 不是欺壓 管理不是霸凌 管理不是用你的這個權勢 來讓別人 來把別人卡在那裡 其實真正的管理 是像仆人一樣來服侍人 好 最後 我可以請金賣團來 台上來預備一下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 這個同作息同掌權 信息跟四年前 2019年是一樣的 可是不一樣的就是 每一年 當我們在操練的時候 你會有新的經歷 那對我來說 我怎麼操練這個 同作息同掌權呢 那同作息就是 我要跟子耶穌來談心吧 所以很多時候我就會開始 在禱告裡面來詢問神 我會在禱告裡面 來跟神聊一下 我的傷心 我的失望 我的情緒 我的難過 我的困難 我都會跟主說 然後我就會聽聽主的聲音 那有 那今年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都要傳福音 我們一次又一次 從母親節 父親節 然後夏天人不在 然後再來的 九月回來的 就是教會退休會 其實你知道 說身體上 會累 是會累 可是你知道嗎 每次做完了 在禱告的時候 神的那個喜樂的心 充滿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重新得力 你就會巴不得 下一次我們再來一起 傳福音 十一月 對我十一月 我們在這裡做了這個 感恩聚餐 有沒有感恩節的活動 然後很開心的 Rebecca 跟一婷代理 我們玩得很開心 結束的時候 身體會累 可是你知道嗎 很快就要聖誕節了 那時候就要跟主說 主啊這個很開心的事 我交給你 但我還是要繼續來 下面你還要做別事 我還要跟你一起來 傳福音 所以這個身體的疲憊 把它丟在背後 我繼續來跟主 十二月 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 聖誕晚會 大家是覺得很好 你知道我們這裡聚會 第一次坐滿了人 真的是坐滿了人 連旁邊都坐滿了人 哇這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為主做工 真的是很榮耀 那中間的這些不容易困難 就是在與主同坐席的時候 告訴他 跟他分享 求神幫助我們 所以在傳福音上 還有得著了很大的幫助 你知道我們在 Renton要買停車場 從去年 而且從去年 就禱告到今年 還在禱告 可能一月就可以 應該可以有答覆了 你知道這個對我來說 跟我個人來說 剛開始的時候 Renton要買停車場 理智上我們很需要 可是在我的情感上 是有 確實說是有脱節的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北邊服飾 Renton感覺離我們很遙遠 可是因為我們每一個禮拜三 我會一直禱告 每一次禱告 我跟你講 就是這樣每一次禱告到一個地步 我現在心裡面 對這件事情 原本的覺得 好像跟我有點遙遠 到現在我心裡面是火熱的 就是不斷的跟主說 所以神家裡的事情 也許你覺得這行不關我的事 沒關係 你就禱告 就跟神來說 你越跟神更多的交通 你心裡面的那個熱情 跟負擔 就會被點燃起來 甚至說到我們的走 我們只會禱告 從一月 二月 Pastor Philip 搬家之後到現在 我們禱告了那麼久 還是沒有英文堂牧師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沒有英文堂牧師 我們得要去禱告 我們得要去做 所以跟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你發現 你裡面就開始有熱情了 不再是對這件事情不冷不熱 你會開始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 我們不要想說 這跟我沒有什麼關係就算了 你只要把它願意帶到禱告裡面 所以呢 真的是要鼓勵大家 我們接下來 2024年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下一張嗎 你給我下一張嗎 我好像卡住了 好 我們要做 給大家三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小組茶經材料的 講到的三個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一個就是 每天固定的靈修 每天固定的讀聖經 你可以讀完一張 有哪一節 特別有感動的 你就可以把它帶到禱告裡面 跟主說一下 其實很簡單 用很多不難 很多很難的那些經文 沒關係 你可以上主日學來理解 但你可以每天讀的時候 就那一句話 那兩句話 你的心裡面很感動的 就把它化作禱告 跟主聊一聊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參加導讀小組 那如果你們還沒有參加 導讀小組 不知道什麼是導讀小組的話 可以跟你的主長說 他會很開心的 立馬的幫你安排 進入導讀小組 跟弟兄姊妹們 一起的來導讀 第三個 要邀請大家 來做這個教會的 21天禁食禱告 好 這邊有一個QR口 你們可以掃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跟主長說 因為主長直接有那個連結 可以發在群組裡面 你們點念去就好了 那這樣的一個禁食禱告 我特別有在這個禁食禱告裡面 放了兩個部分 是以前沒有的 你可以認領小組 你可以為不同的小組禱告 你也可以認領事工團隊 為不同的事工團隊 禱告 所以換句話說 你除了為自己禱告 也為小組禱告 也能夠為這個教會的 其他服侍禱告 你怎麼禱告呢 可以帶到這個神的面前 與耶穌一同的作息 與耶穌一同的掌權 在禱告裡面 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小組增長 看見我們的教會 能夠復興 能夠突破 Amen 然後這個報名的方式 很特別就是 你報名之後 因為他要你的email 跟你的名字 那你報名submit之後呢 他會寄一個email給你 那只要將何時候 你要再修改 再回到你的email 去點那個edit 你就可以修改 為什麼要修改呢 有時候你可能 剛開始就說 我不確定 我能夠禁食多少天耶 沒關係 你先選一天 一餐 那你禁食完那一餐之後 可以覺得 原來不難耶 我可以再加 你就再回到你的email 然後再加 我再多禁食幾天 是可以的 那甚至說你原本是 譬如說你是battle小組 你可能剛開始填的時候 就填battle小組 你禱告完整 其實我也對戀愛小組 很有負擔耶 你就再回去你的email裡面 在那個link裡面 再點一下 我也要為戀愛小組禱告 那你下次再加添都ok的 所以好不好 讓我們 就一起的 從我們個人的領袖開始 然後跟我們弟兄姐妹 一起導渡 然後在一年的開始 我們來二十一天的禁食禱告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 從我們的位置上站起來 我們這會我們來用這首詩歌 我們一起的來回應 我們一起來跟隨我們的主 你與我同行 你與我同行 我就不會孤寂 很像是你同行 又算是你共情 因為你是我一兩 我就不會絕望 我就不會絕望 更反軟若重 有你的愛 我就得感恰 我們再從前面再來一次 抵擁 看看你的阻力 在你的時候 有祢自然 活著的狼狡 他们让耶稣每天跟我们在一起 跟我们一同的作息 我们要一同的掌权 我们要向祂来买火炼的金子 我们要向祂要来买白衣穿上 我们要来向祂来买眼药 来插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 好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活着的2024年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多爱主 更多活过来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得胜者 好 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祷告 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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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赞美祢 祿主 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 祿主 我们正要为这一年 私发现这事情来感谢祢 祿主 也把一切的不愉快 一切不开心 一切的负面的东西 祝我们说 祝福大会留在2023年 祝我们要进入 2020年一祷告来开始 祝我们每天 祝他都能够来亲近你 来与你谈心 每一件事 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你是阿们 因为你是信实 真实见证的 因为你是万物之上 会感受的 我们一起来再唱一次 因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爱笑是你同情 忧伤是你恭敬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很怕软弱就有你自然 我就得刚强 今风暴过黑夜 都见我约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所心路径 愿我所离几云 处处留下 有足痛在的远点痕迹 今风暴过黑夜 都见我越洋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所心路径 愿我所离几云 处处留下 有你痛在地人间痕迹 愿我所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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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所离几云 愿我所离几云 有你痛在远点痕迹 今风暴 今风暴 使得住我们 有你与我们同坐起 有你与我们同行 做我们的每一天 有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做每一天都有你陪伴我们 有你牵引我们的手 做我所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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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所心路径 仅存留下 路里头在地人间痕迹 今风暴过黑夜 如今末月仰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愿我所行如今 愿我所离近云 处处留下 有你同在夜店人情 处处留下 有主同在 地人间 痕迹 是的 主啊 我们要看见2024年 我们不再是孤单的身影 在黑暗中 也不再是一个人躲在 有落哭泣 主啊 是的 我们每一天都有你 有你理解我们 有你劝顾我们 有你陪伴我们 主啊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有你扶我们一把 主啊 因为我们是你所疼爱的 主啊 你会来光照我们 你会来向我们写明 不再让我们看见你 主啊 你也会让我们看见 我们真实的光景 好 让我们快快的回转归向你 好 让我们能够把握 每一天的机会来为你而活 好 让我们不再需要活在自责 又不再需要退缩 躲在那个冷漠里面 主 我们可以为你来大发热心 我们可以为你来活出精彩丰盛的每一天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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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来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来感动我们 主啊 让我们来向你 来开门 让你进到我们的心里 你与我们 我们与你一同作息 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我们要坐在你的宝座上 与你同掌权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 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 在我们的教会里 我们与你同作息 与你同掌权 谢谢赞美耶稣 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我们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的宝慧师 还有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谢谢赞美你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加入要归给我们的主 Amen 我们结束前 请你找三个人跟他说 祝你有美好的2024年 祝你有美好的2024年 祝你有美好的2024年